周庚每句塔尔萨之王第三集正片来信 刷到的老铁们千万别错误 因为这一集真的超级好看 不信你看看这一幕 如果这还没有勾起你的兴趣的话 那你再看看这一幕 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何而起呢 且听舒克细细道来 上集说到这个人以着弗雷迪朋友的名义 给酒店前台打去电话确定了他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弗雷迪便陷入了一场生命危机当中 上周他重新办理了一张身份证 而这周他又考上了科目三 显然这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 可是就在考官对弗雷迪的车技赞不绝口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杀手见情况不妙赶紧启动车子夺路狂逃 弗雷迪虽然75岁高龄 但杀气却丝毫不减当年 他在前面跑 他就在后面追 此时只见杀手一个鸡打过就驶进了一条小步 弗雷迪的车技也丝毫不驯紧随其后 接着他驶到路口后又是一个急转 弗雷迪见状赶紧开进另一条小路 这时杀手通过倒车进向后方看去 发现弗雷迪并没有跟上来 他瞬间就放松了警惕 看来这老家伙真的是老了呀 可是就在下一秒 车中的考官始终都在喋喋不休 见杀手还有行动力 弗雷迪直接就忍不住 他再次追了上去 杀手害怕自己丢掉小命 于是决定铤而走险 只见他一个急打多后便与前方车辆逆向而行 就在马上要撞上之时 他又及时驶回了原车道 这让弗雷迪直接无路可追 他也只好眼睁睁地任其离去 然而弗雷迪并不会就此罢休 他用手指沾上考官的额头鞋 将杀手的车牌号系在了挡风玻璃上 这时警笛声音响起 弗雷迪赶紧对考官嘱咐了一句 随后弗雷迪跟着警察来到了警局 他将预袭的具体经过如实告知 除此之外的一切 他皆是表示事情来得太快就像猛卷风 警官虽然感觉这句话有点似曾相识 但却也并未深究 反而是道出了弗雷迪曾经的身份 他说弗雷迪有很多前科 这意味着此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弗雷迪表示他现在只想做个好人 两位警官听后也显得甚是无语 杀手偷鸡不成反到18米 他不得不将车子毁尸灭尽 但他的化学知识貌似是体育老师教的 因为他竟然傻了巴基地将车门给关上 和弗雷迪曾有过一较之缘的蓝衣姐 范特希突然走进了审讯室 弗雷迪惊讶之余倍感不解 问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说他从电视中看到了新闻 所以特意为他而来 于是两人便在女警官一脸懵逼的状态下离开了这里 随后两人来到餐馆共进了晚餐 范特希向其表明了她是联邦探员的身份 弗雷迪对此也并不惊讶 他们一边吃着烛光晚餐 一边向彼此倾吐了彼此的过往 随着弗雷迪的杯中酒下堵 画面就转到了弗雷迪所入住的酒店之上 此时范特希一边扣着衬衫的扭扣 一边十分羞涩地对弗雷迪说道 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三次了 然而屏幕前的你信吗 反正本科是不信 范特希听后一脸娇羞地离开了 而弗雷迪则满面春风地笑 闹归闹笑归笑 有人要杀他的事情他绝不会忘 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于是他便给他首要的怀疑对象打去了电话 而这个人便是身在纽约的盗妻侄子 他怀疑这个杀手 很有可能就是当初被自己打断下河谷的文斯派去的 但盗妻却十分肯定地说并非是文斯的人 不是文斯那会是谁呢 弗雷迪不得不另寻线索 画面一转 弗雷迪手捧鲜花来到了医院中 他拿出一万美刀后直奔主题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拿钱利用你们公司的手段 帮我查出那辆车的位置 要么彻底做一个瞎子 他说完就潇洒地走出了病房 留下了一脸愕然的考官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弗雷迪决定辞掉司机小黑 他不想如此懂事年轻的小伙某一天因为他而丧命 但小黑却表示他想跟着弗雷迪一起干一番大事 说完就将遣散费推了回去 这是小黑自己选择的路 弗雷迪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很快考官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他们果真找到了杀手的车子 虽然当晚车子被杀手烧了 但是因为氧气不足的原因 烧了没一会儿火就灭掉了 很快弗雷迪就找到了两个有用的线索 一个是刻有DMSO字样的马尔消炎剂 另一个则是刻有FR字样的残暴 两条线索相结合 小黑很快就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叫做芬奈里奥的牧场 于是弗雷迪便独自一人找到了这里 事实证明弗雷迪中老年妇女之友的称号绝非浪德虚拟 牧场女老板很快就被弗雷迪的魅力所折服 在向她说出了一个名字后 她便转身离开了 与此同时 自己已经插翅南逃后 她便向警官请求放掉自己的孩子们 紧接着好多只狗子就逃了出来 然而就在范特西下令硬冲之际 下一秒房屋就被炸弹炸得否刺 而这个看起来很是满意的秃头男又是谁 爆炸发生后不久 范特西便再次出现在了这里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收养这只聪明且可怜的鞭幕 晚上的时候她给弗雷迪打去了电话 她说她收养了一只狗 又说想和弗雷迪见一面 可弗雷迪听后却拒绝了 因为她蹲到了那名杀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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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